嗨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来谈一谈 会死人的这种病情 这个很可怕的 又来变种了 我们每天就应付它就好了对不对 已经 今年已经进入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从2018年的11月 从武汉开始一直到现在 是不是差不多一年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就是我的预言 农历二月到农历六月 新宝月 任成月 葵四月 甲五月 好 这四个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疫情还会加剧 不会减缓 所以呢最重要的在哪一个月呢 这个月还有农历四月 那五月到六月之间呢 到甲月到乙月的时候呢 可能稍微会缓解一点 所以呢疫苗到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如果能到五月到六月 六月份能出来的时候 新的疫苗能够再产生新的疫苗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我们就有救了 因为今年的上半年天干还是新 所以绝对不会好 如果呢能够到六月以后 再产生一个好的疫苗出来的话 我相信我们旧的疫苗 它可能会加了一些 其他的元素进去的话 比如说什么药啊 医药啊 什么药可以再加的话呢 我相信呢 对对现在的疫情是有所帮助的 不过呢还是要请大家戒身恐惧 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在上半年天干是新金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好的 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 然后我们的财财政 加上所有的人民的生活的步调 都会影响到很大 人类活得很痛苦 但是呢 好像我们现在开始无感 今年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更严重的事情在后面 不是很多疫苗吗 对不对 大家都拼命施打吗 然后拼命制造吗 现在台湾也不敢 台湾现在疫苗进来 没有人敢打 然后呢 因为疫苗死了更多人 没有打的还没死 打了以后还死掉的 你知道吗 现在美国 知道的疫情打疫苗的 已经死了一千六百多人 那另外的话呢 法国跟意大利也是一样 英国打疫苗的人到底死多少 它没有确确的数字 但是我们先讲 这个全球的疫情大流行的中年 一年多来呢 变种病毒在法国呈常态性 意大利现在封城之中 意大利在封城 然后法国呢 变种疫情呈常态 这是三月十二号的报导 那另外的话呢 呃 除了这个流行 变成一个大流行病以外呢 法国官员呢 昨天说了 他说疫情令人忧心呢 而且变种病毒在法国 除了呈常态性以外呢 他公布的民调显示 是近八成民众 民众呢 不满呢 政府的抗议表现 就说法国呢 他们已经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 八成的民众已经在激烈的抗议了 会不会上街头就不知道了 就没有像刚开始那样的温和了 然后呢 情况非常紧张以外呢 令人忧心 最严重的三大区是巴黎在内的法兰西岛 法兰西岛就是在巴黎 巴黎境内的法兰西岛 还有北部的上法兰西大区 上面的上法兰西大区 以东南部的普罗旺斯 普罗旺斯大家就很清楚了 然后呢 还有阿尔卑斯 就是蔚南海岸大区 阿尔卑斯也很有名 那很漂亮的蔚南海岸的那个整个区 都非常美 那如果去过法国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 那像这几个区如果都发生的话 就代表你看喔 他除了中间以外 他遍布在旁边的区域都很多 所以呢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呢 你的疫苗好不容易出炉了 可以施打了 那些变从疫情开始 全新变种 这根本抓不到他到底是变成怎么样子的 又要重来 这重来还就不打紧了 你看喔全球 南极的暖化 南极的暖化 现在冰山一直在溶解 好还有呢 很多的地区 除了这些疫情以外 火烧山的火烧山 然后呢大冰爆的大冰爆 冰山溶解以后呢 形成的气候的变迁 整个让人类喔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欸要嘛就冰到死为止 要嘛就烧火一直烧 那台湾现在也是一样啊 台湾每 欸火星喔 火星从金牛做一味更激烈了 你看啊發生的车祸就是一车 好那病情呢 我们控制的很好啊 但问题是你现在问题还很多 好那英国的变种病毒呢 病株呢在确诊总数占67% 所以呢南非跟巴西也有变种的病毒 但他们控制的比好大概在6%左右 但是呢为何确诊人数变动不大 但重症患者数量却持续上升 这个就是主意 因为他的变种疫情呢 让很多人就这样子不断的死亡呢 好那你看喔刚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呢欧美国家呢 他们都不先救那些喔老年人 比如说65岁以后他就不救 为什么变成社会的 呃国家的负担 每天每个月要给他很多钱 然后是不是变成财政负担 好啊要死就给你们死也这样 那要死就让你们全挂掉 以前呢你看喔意大利喔 还一个棺木一个棺木 现在呢没有啊 就挖一个窟窿啊倒进去啊 好像在猪瘟跟鸡瘟一样 有什么两样呢 没两样啊 人死了以后呢 是变成一个大窟窿 全部一起掩埋 然后一起火化一起烧 还烧的尸骨无存 好那2019年的冠状病毒 我们从疫情呢满一年呢 费家洛报呢 说今天公布民意调查机构呢 然后呢 包括联合的周年回顾报告 里面呢他所说的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 根据调查显示呢 法国民众对过去一年来的 法国政府的抗疫政策 可以说是喔 怨声在岛 那我相信呢 英国当初也是一样 你记得那个去年喔 我在预言第四波疫情的时候 就是在去年年底嘛 那个大宇 大宇拿了我的大预言呢 在他的直播里面 在他的直播里面 告诉大家说 林海洋的官方频道里面呢 他预言了第四波疫情 那时候大家说 哎呦我是个疯子啊 不是耶 我怎么算都还会有耶 我从去年开始再算 还是会继续变种疫情 我说没那么晚 没那么快就解决了 所以呢 大家都卸下新房以后呢 结果这个病情 还是呢 不断的在变种 好 66%的民众不满去年 七月上任的总理呢 卡斯特克斯呢 他所主理的法国呢 并没有让那些百姓过得更好 65%民众认为卫生部长呢 唯弘不够称职 我想总统跟卫生部长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陈时中 跟我们总统非常重要 跟行政院 他们整个体系还有 还有卫福部里面呢 所有的官员呢 其实呢 都这些事情都要 是不是让民众呢 有安心感 完全没有 所以法国现在呢 可能会群起抗议了 上街头也说不定 那另外呢 77%的受访者 对政府完全没有信心 好 那你看看呢 如果是这样子 没有正确的时间 做出决定 所以呢 法国意大利 临近国家嘛 然后呢 瑞典瑞士那边呢 你知道瑞典去年 铺杀了几百万只的水雕 所以呢 去年完全没有雕毛的输出 完全没有 水雕全部 全部让他们一厢毙命 全部都烧掉了 是 因为呢 雕都染了疫情 还有呢 现在呢 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呢 今年呢 会不会产生牛温呢 哎 牛年呢 去年是不是有鼠疫 然后前年有猪瘟 那今年会不会产生牛温呢 牛肢要很小心 所以呢 养殖业者呢 比如说 养鸡鸭 鸡鸭牛羊的人呢 是不是也要很小心呢 因为你看喔 水雕都染了疫 那牛会不会染疫呢 还有羊 牛跟羊 今年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牛跟羊 所以呢 不管任何一个国家 我现在讲的是不管 你看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没有过年那段时间 杨明山不死了几十头牛吗 就牛年啊 那牛就倒霉了 就死啊 然后死了到底是怎么样 是冻死的吗 也有可能喔 好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 我们再说回来 好 巴西的疫情 当初也控制的不好 所以巴西的变种疫情呢 让大家都很恐慌 好 美国也很可怕 美国从LA到一直到纽约 很多区域呢 那个疫情真是喔 让大家都抓狂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控制 而且你知道去年喔 因为呢 美国的总统大选 搞得如火如土 还有很多抢案 很多高级地区都有抢案 巴黎当时也是抢案一堆啊 就是那个 只要是名品店 高级的店全部被抢 然后在路边就卖起东西来 皮夹皮包皮件什么呢 反正能抢到手的 他就换现金了 没有钱嘛 所以只好换钱来吃饭 现在呢 美国还有1.9兆美金的 这个通过的法案就是印钞 那中国大陆跟北韩 那不用讲 北韩现在是缺粮当中 而且非常严重 他们现在吃土喔 跟那个海地差不多 海地的人民也在吃土 好中国大陆更惨 中国大陆现在也非常之惨 好疫情之前过年前呢 上海还有北京 包括厦门 都不能够跨区行动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啊广州也一样喔 广州也不能跨区行动 所以看到几个大城市 不能跨区行动 武汉就不用讲了 武汉本来 武汉的乡下根本就是让你 关在家里面不准出门啊 连买东西都不准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共产国家 还有印度呢 还有非洲 那就更不用讲了 好到底死了多少人 他能统计的出来吗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在呢各国齁 都自己在决定 要不要公布那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 是不是劳利菲可以决定的呢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 不一定是正确的数据 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变种疫情 在今年二月三月还会再变种 你看啊 都在我的预言里面 你们拜托回去 看一下老师的预言好不好 再回去看一下 我说没那么快解套啦 没那么快 我不是喜欢讲那些不好听的事情 我也希望他赶快 我们都可以自由飞行 自由到其他的国度 可以飞来飞去 可以去游玩 可以去做事业 那现在真的行吗 不行啊 那不行的状况是要怎么办呢 好 这个危机处理 法国是很烂的 意大利也很烂 所以意大利你看 很天真啊 每天都很浪漫 只会喝个咖啡 然后吃个甜点 然后每天 我去法国跟意大利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民众 四五十岁都在喝咖啡 笑个声 两三点在Tee Time 好 他们是喝咖啡的时间 所以呢 你看到那满街 满街的咖啡厅 生意好到爆 坐到满满 里面坐满了 还外面全部坐满了 你会笑死 好 因为福利太好了 欧美的福利太好 国家的福利太好 所以你看啊 你就不要染疫 六十五岁以后 全部让你死 全部让你死 那台湾呢 台湾现在染疫情 没有那么严重 我做了一集 车官 去年死了三千人 好 染疫才多少人 我们死亡才八个人 九个人 现在是多少人 我们的车官死了三千人 那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们应该政府不是要 要做防疫的那个 那个广告的 而是要做车官的 车官的广告的 请大家开车 还有他拿出铁碗政策 再不拿出铁碗政策 我相信 这个火星 跟这些 所有的行星在脚冲 对冲的时候 每三个月 都被他死一堆人 就死一堆人 所以你要知道 土星是压力星 冥王星就是死亡星 土星跟冥王星一起连结起来 哇让人类死得更快 我告诉各位 还有火灾 对不对 一大堆老人人独居 火灾 好恐怖是不是 好 烧了整个平原 这两天不是我们台湾野火烧山吗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天灾 加上人祸横行 真可怕 所以疫情能结束吗 没办法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不要开心 没那么快可以出国 我们台湾说还要开放出国 我都觉得你出去以后 你能够活着回来吗 还是你能够完全没有事情回来吗 不要吧 好不好 现在学生要开学了 对不对 我都还很担心呢 今年是文昌化霜季 这个月 文昌化霜季 学校到底能不能够很平安的 度过这个困境 因为学校第一个有老师 有学生 然后现在大学生根本不听劝 到处去 对不对 每天就这样吃喝玩乐 爸妈也拿他们没辙 阿公阿嬤就跟不用脚了 阿公不开心阿嬤不开心 顺便把阿公跟阿嬤打 对不对 就打父母亲 打这个长辈 所以你说现在小孩怎么教啊 根本很困难啊 然后骑那个模特车呢 还不是一样 他爱怎么骑就怎么骑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我们拿他有责吗 没责阿 对不对 他还怎么样去撞车我妹 拿他没办法 对不对 车撞坏了又要买一台 父母亲倒霉阿 他赚了两三万块钱 根本不够他自己花 好 现在话说回来 这个疫情加上天灾加上人祸 还有冰熔冰爆大雪 去年年底的时候 德州整个城挂掉 没水没电 大家去专目取火了 所以呢 我想了在整个的世界里面呢 那些国家会不会呢 有更多的问题出来呢 肯定会有的 第一个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台湾缺水一定是缺粮吧 好 凤梨消不出去 香蕉去到日本被退回来 现在接着下来 会不会又是番茄啦 又是什么 食序的水果啦 还有那些 什么超标的农药啦 很多国家又拒收了 对不对 接着下来呢 还有很多的问题 除了这疫情以外呢 除了这疫情以外 我们要看一下 很多人呢在国外停留 感染路径不明 在国外停留 感染路径不明 所以呢很多 几十岁 五十几岁的人 四十几岁 还有三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人呢 他被感染 他路径不明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可怕呢 当然要可怕 然后呢很多人说 尚不清楚变种的病毒呢 来自哪个国家 现在大家搞不清楚状况呢 到底来自哪个国家 因为你染疫人数 扩大以后 你根本不知道 他走到哪个国家 到哪个国家 甚至呢 他去过哪些地区 所以没有办法控制 是有原因的 那么呢也有七十多岁的 男性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住院以后还有五十多岁的呢 还有一些基础疾病 比较大的人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快就挂点了 那当然在国外的严重性 比台湾更严重啦 那但是呢 我们要讲一讲 医护人员呢 是不是能够 在这一波当中 能够全身而退呢 你看喔 现在呢 有很多美国的 国外的一些医护人员 现在出现的问题 是非常是多的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在整个医院里面 好好的去工作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 就是会发现的这个病毒 跟变异的病种 除了在法国以外 在巴西 还有在 之前还在印尼 还有在日本 都有发现过 那所以呢 有很多国家呢 其中有八个案例 攜带了很多的 这种变种病毒 世界各地走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办呢 路透社的报道呢 它说法国卫生总局呢 进一步说明指出 在过去的 法国的研究所里面呢 进行分析后 这是一种 编码S蛋白区域 以及其他病毒区域 其中一共有九个突变 总共有九个突变 不是三个突变 两个突变 那你说你这个疫苗怎么研发呢 要重来 如果这些病毒又重新开始变异的话 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 研发出来的那些 可以 要打的真剂呢 是不是要重新来过呢 重新再研发 还要再多久 我们已经研发一年多了 那还再研发一年多 那你看 当初我们要跟德国买疫苗的时候 钱都给了 德国就不给 还要再去协商 还要再去社交 还要再去跟他抗疫 到后来勉为其难给了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强迫 强力的这个病毒呢 致病性非常更严重 因为变种的疫情更严重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戴好口罩 那另外的话呢 我想呢 我要继续接着下来要告诉大家 农历的四月 魁四月 下个月开始什么 跟经济有关的议题会很多 所以我会做给大家 因为呢 整个的国际局势 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 然后呢 接着下来 农历四月份的魁四月呢 堪然化励 疫情加剧 好 所以我之前那篇大语言 大家回溯去看一下吧 好不好 回溯去看一下 我想呢 不管呢 发病率怎么样 染疫的人数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稍微缓解 看起来有点点缓解 但是现在变种疫情 如果没有控制得当的话 问题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们应该在传染性更强的变种病毒 所带来的风险呢 上面要做好更大的控管 所以呢 其实台湾也一样 要做更好的控管 那如果这些变异的病毒呢 如果出现一 出现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的话呢 病毒会随着时间的出现 它一定会生存下来 病毒变成会生存下来 它生存下来以后呢 目前有三株变种病毒 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 特别令人担忧 这三种病毒特别令人 就是英国的变种病毒 南非的变种病毒 以及巴西变种病毒 这一次的法国的变种病毒 也让全球相当关注 现在如果加上法国是总共四种 再讲一次喔 英国的变种病毒 南非的变种病毒 我刚才讲到非洲 还有呢 巴西 巴西的变种病毒 加上这一次的 法国的变种病毒 总共有四种 所以呢 呃我想呢 专家认为呢 有更多的科学证据 才能够厘清喔 该病毒的真面目 好 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讲说 他到底怎么样去治愈他 怎么样这个病毒 可以在这个疫情喔 这个扩大之下呢 可以让人类过得更安逸的日子 我想呢 如果以意大利16日 单日新增 不治的502例 已经死了500多人 又死了500多人 你知道去年最多的时候 他一天可以死亡1万多人 甚至2万人 那多可怕的数据啊 喔 他死亡 现在死亡人数是 1月以来的最新高 意大利也是一样 所以他封城啦 他不封不行啊 好 我想呢 所有的疫情的这些变种呢 都是我们的梦魇 全球人类的梦魇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保受这些病毒的凌略 那这就要科学家 以及呢医学专家 还有医药专家 以及呢 跟卫生组织有关的单位呢 来好好的把关 否则的话呢 人类还是会继续过着 更痛苦的2021年 当然我希望他 不要继续发生 那我也希望我的预言都不要兑现 但可怕的是 我的预言都统统兑现 那这是很令人痛恨的事情 我也很痛恨我自己啊 但是 我也不希望他 继续变种啊 但是他就继续变种啊 我也不希望他继续扩大 但是他就继续扩大 而且还有第四个国家啦 包括法国的变种啦 我希望大家呢 做好防疫以外呢 我们台湾还第一个 现在要做的这个宣导 就是那个车祸的问题 因为我们车祸的死亡人数呢 比我们所有的病毒染疫的人数 更可怕更多 多上千倍啊 三千人欸 死亡人数三千人 年轻人占了一半以上 从十三岁到二十四岁 占了大概六七成 老年人占了三成左右 那些中阶层的 大概占了不到一成 所以呢 其实呢 这是跟教育有关 学校要做宣导 除了宣导疫情以外呢 还要宣导我们的车祸 车管 好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世界和平 还有不要打仗 也希望大家好好做好防疫 开车要小心 另外的话呢 请摩托朋友呢 请你爱惜你的生命 好不好 你不想活吗 沿若网会帮你招手的 不用担心 不要忘记 在海洋老师的 视频的右下角 按订阅小铃铛加 接收全部通知 还有我的视频的正前方 海外的朋友 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上面都有所有的资讯 请你们自己加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世界和平 拜拜